相信不少香港人 都会对日本有一份无名的爱慕 所以很多不同的产品 你看到写着Made in Japan 都一定油冲地觉得有高人一等的感觉 今天介绍的一个耳机配件品牌 都是来自日本的 就是这个Bice Audio 大家好,我是艾域 欢迎来到feverSound.com 在正式讲这个Bice Audio之前 想提醒大家 如果想收看最新的产品评计 业界资讯或影音教学 记得订阅我们feverSound.com的YouTube频道 今天讲的品牌是来自日本的Bice Audio 这个品牌,巨民 巨民在日本其实非常受Halfire玩家欢迎 有什么特别呢? 第一,它是一定由最入门级的产品 以至最贵的产品 现阶段都在日本製造 Made in Japan 就是... 另一件事,在耳机线那边 全部分线的位置 都会加上木造的抑震器 即使是入门级的,也有小小粒 桌面上,Bice Audio 差不多几乎所有产品都在 有四条耳机线 还有两条是转插 插出来,让大家看看 这条是最入门级的 亦相对较幼身 亦针对一些入门玩家 型号叫Fest001S2 左右两边,这两条是它们最主流的系列 左边这条叫ASUHA 而右边这条型号比较细口 叫STR7RH2 Plus 这不是日文名字 以前这些产品系列都是开发型号 近年推出的产品才有日本名字 所以是比较巧合 这两个系列都是四千多五千元的升级线 好,接下来到最粗身这条 这条也是它现阶段的旗舰型号 叫Yattolo 不知日文是什么意思 我只懂读 Yattolo 它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四芯,一个是八芯 八芯的旗舰型号 价钱是$18,500 除了耳机升级线外 其实Fyze Audio这个牌子 还有一些转插的产品和过机线 左边这条是入门级 右边这条是Reference级别 线心,即中间这条线 跟耳机升级线的技术一样 另一个大一点的分别 就是Reference的版本转为L字 这些转换线最主要的功能 就是把平衡的线变成3.5mm 例如2.5mm的线和4.4mm的线 都可以转为3.5mm 又或者直接地是4.4mm的线 转为2.5mm的平衡 即是一条耳机线再配合这个转插 就是你用哪部DAP都可以玩 今天大约理解了Bisodio的产品线之后 简单谈谈它产品的特点 刚刚提到它全线的产品 在分线器亦有一个抑震的木头 现在收留上这条 就是它最入门级的Fest 001 SE 它用的线心 都跟它之前的中阶型号 继续高纯同线心 所以这条线考虑了要讲究 比较柔软 但声音表现也要有一定的提升 就是这Fest 001 SE 最大的特点 因为是入门级的产品 所以无论是耳机的接口 以至是信源的接口 选择都比较多 信源那边是3.5mm、2.5mm、4.4mm 全部有齐 而耳机那边2-pin MMCX之外 它有A2-DC的插头 差不多所有入耳式耳机 都可以选择这条线 之后谈谈中阶型号、SUHA 这条线定价$4,100 也是,信源那边是2.5mm、3.5mm和4.4mm都可以选择 但耳机那边现阶段 应该只有2-pin和MMCX可以选择 最主流的两个 有什么特别呢? 它用了八芯的无氧桶做线芯 除此之外 可以在现场摸到质地 你会觉得它的线是比较特别的 为何? 因为它用了纳米的碳管 来做线的调音 以及管理中的线芯 所以摸下去 与一般的耳机升级线有很大的分别 信源这个接口 亦是BISODIO自家制的插头 继续有木制的抑震器 这一粒比入门级的大粒很多 之后 也是中阶型号的STR7R H2 Plus 这条线的最大卖点就是 所有接口 无论是讯源那边 以至是耳机那边 都做了一个杜脑白金 杜脑白金经常听 最多是电源插头或电源处理方面 但这次BISODIO用在耳机线上 应该对信号传输有很大的帮助 无论是2PIN或MMCX MMCX中间那一节 最主要用来传输信号那一节 都做了杜脑白金 跟ASUHA一样 它亦用了纳米碳管 以及这条线另外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用了Spiral 77的技术 这个技术在四心中 会有合共196条高纯度的铜线 在内做一个线心 也就是这两个转插同样用了这个技术 所以如果喜欢玩技术的朋友 这条线就比ASUHA多一些卖点 现阶段这条STR7R H2 Plus 最主要是一个4.4mm的信源头 耳机那边是MMCX和2PIN为主 所以如果要用2.5mm的DAP 就可能需要买它的转插 很邪恶 来到最后 亦是它的旗舰型号 就是手上这条远拖罗 这条线不是拖罗 即不是刺身 是一条旗舰级的耳机线 明显粗身很多 因为手上这条版本 就是它们8-SIM的型号 亦有一个4-SIM的版本 两个之间分别 一条有200构线心 另一条有400构 这条线心也是厂方最强的技术 就是高纯度、整体结构 非常整齐的特殊铜机物料 所以与其他型号有很大分别 另一方面 在分线益阵的木头上 它用了日本制的花蜜木 所以连这个小的部分位置 都非常讲究 亦是日本品牌的细节位 绝对不会有很好的例子 同样地有4.4mm摺头 亦可以配合MMCX或2PIN耳机摺头 主要的产品线 大致说到这里 我应该不会全都试 我自己比较有兴趣 就是听听这条旗舰型号 以及型号非常巧合的 杜鲁白金STR7RH2 Plus 这条耳机升级线 我主要应该会谈谈这两条线 配合不同的配合 以及不同的耳机的时候 表现有何特别的地方 先拿去听听 大约了解了BiSodio整个产品线之后 现在正式谈谈我几条重点产品的留言 这次主要测试用了Sony黑砖 以及AK SP-1000M 做他们的信源 配搭的耳机是UE18 Plus 以及Fender 10.5 是两款测试不同的耳机 试的线包括了ASUHA STR7RH2 Plus 以及旗舰型号的Yatoro 先说两条中阶型号的表现 ASUHA 我自己觉得这条线 其实声音表现没有很大改变 对于配搭不同的耳机来说 声音的取向和原本非常相近 唯一提升的东西 我觉得整体的通透感和细节的层次变化 都有很大的提升 而且这条线我认为很幼身 所以戴上耳机的时候 听起来是非常舒适的 相对地比较贵的STR7RH2 Plus 这条线我自己觉得 配搭在UE上不太合适 配合在Fender 10.5 时 声音表现是 一个完美的取向 因为我自己觉得10.5 的低音量 是比较多和比较强 但配合在这条线之后 整个低频离得扎实和修炼了 而同时提升整个声音的通透程度 例如声音的设计 和一些细节的层次变化 都高了很多 所以这条线 我觉得是将10.5 一些我自己不太喜欢的地方 引去 然后将一些比较优胜的地方放大 很好地配合这种耳机的线材 所以经常说如何配搭一些线 令耳机有提升 Brice Audio和Fender这款耳机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之后再谈谈Yatolo Yatolo我主要用10.5 来试 因为我认为Yatolo和XTR7这条线 的取向很相似 技术上或声音表现上很大的提升版本 一样,整体声音的通透感 比起XTR7 RH2 Plus 有一个再昇华的效果 听起来最明显的地方就是 如果首歌有左右pan的声音 或者有一个渐变的声音 Yatolo是明显更清晰的效果 以及立体感更强 不过有一个大问题 Yatolo 特别是八芯版本 它是一条很粗的线 我自己对这些粗的线 感觉上不是带得那么舒服 所以如果两条线让我选 要我自己去买的话 我会选择XTR7 RH2 Plus 这条线 多于Yatolo 折充了声音表现上的差异 如果考虑整体的配戴感 其实我已经觉得它有八成水准 但配戴感上明显比Yatolo 舒适很多 所以我自己在这几条线中 最喜欢就是XTR7 RH2 Plus 这条 说完线材后 简单说两条Adapter Adapter 也是XTR7 的线心 唯一不同就是 升级Reference 的版本 屏蔽会更好 接驳DAP 的头 也会用L 形的头 在这两个小改变上 我觉得Reference 的版本 透明感和细致的余韵上 都有更好的表现 以我自己觉得Adapter 来说 它也挺贵 比这条基本版本是一个雙倍的 但亦会带来很显著的声音表现的改善 所以如果你想 例如你现在用4.4mm 的耳机 想一只耳机走天涯 不想常常换线 这些转插是值得考虑一下的 这次Brice Audio 的线材和配件评测 就说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拍片的朋友 点个赞,订阅频道 按订阅 按订阅后 按右边的小铃铛 我们有新影片便会通知大家 这次Brice Audio 相对比较特别 例如它的纳米碳管的线身 我觉得整个质感挺有趣 所以对日本牌子Made in Japan 的线材 有兴趣的朋友,值得留意一下 今次说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